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柔肤水怎么用 柔肤水能去除皮肤上的污垢和油脂分泌物 还可以补充水分 具有软化角质和防止皮肤粗糙的等功能 它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 擦拭法 我们可以将柔肤水倒在化妆棉上 充分的将其浸湿 然后从内而外的顺着我们的肌肤纹里进行擦拭 特别是额头和鼻翼 油脂过于旺盛的地方可以延长擦拭时间 帮助其有效的吸收 第二种 拍打法 我们可以将柔肤水倒在化妆棉上 让其充分的吸收 然后拍打在我们脸部各个部位 特别是额头和鼻翼 这样可以帮助它的吸收 以上就是柔肤水的使用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